好了,那把椅子大致完成了 咦,不是啊,先看看 咦,刚刚说了,扶手这个位置为穿洞好像很奇怪 那又是了,你看到一半的时候好像真的空心,很奇怪 所以又是了,我们习惯了 把这两个东西先按Fill Hold 那这两个Fill Hold就没问题的 那你按了它,那你会发现呢 咦,那封了个洞就好看点了 再加上呢,比如我只选择按Shift I看看 对吧,清楚点 按下倒镜看看,倒镜,看看效果先 好看吧 那它就好像,喂,就要斩半的 那就可以了,OK 斩半 对不对 那效果都OK了,接受到了 OK 好了,那还差点什么?咦,咦,我们好像欠个Cousin 这样坐,真的不舒服的,对不对 那我简单点,其实椅子也是生出来的 不过想再不复杂 整张椅子都这样生出来 好了,那我就选择一个Polygon的Cube 那形状好一点,打开一个Input 那我譬如将SubdivisionWithout3 Depth就是1,2,2 那我scale它 那我要它能够坐人的 好看,去到Top View做 清楚点 好了,那看到呢,现在的线好像做出来的效果都好像隐隐隐隐 那衣服都会差点 那想做更漂亮的Modeling 那我会用一个Bevel Bevel之后加些边 好了,那我们去Edit Mesh 有个Bevel 一按,那看到呢 咦,形状就会漂亮一点 有点厚度 刚才很扁踢踢踢的 现在很好看 OK 那形状现在就 当然啦 都还没得了 那我先收拾一下Polygon 那我 夹一张椅子 好看 那中间要宽一点 那中间要宽一点 这个位置 OK,好了,大家就这样 先放下一点 好了,那我想这个Coscent呢 那我简单化了 好,我想呢 就这样 就这样删出来 可以了 比如说只会呢 哦,那Scale出来都OK 都够了 好了,那我先打一张椅子 那我想它后面删出来 想后面删出来的话 那留意着 那我先选一张椅子 按Shift I 先看它先 我呢,就很简单 按Insert 键 改变Center 位 按整个V 按整个位置 把整个位置 搬实,黏实一点 放在尾巴上 按一次Insert 那我想它很简单 我想它这样Scale出来 那我们不用说 都弄到复杂的嘛 是吧 所以想一下 一些简单化 有时候都OK的 按Shift I 好了 好了 这张椅子 几时做出来好呢 那就查一下 看一条线 走到哪里了 最好就是扶手 下面的柄 柄都出出来先 那我先看看 那我看看 最下一条了 这个位置 那我想它出 少少的时候 按多了 Close 开始出 好了 那我先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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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Z 1.6的时候 就是整张椅子 那我暂时第一格 那键是0 那把椅子大线出20格 到1071 那键了 11.6 都出了 好了 那我们就听到效果了 回到第一格 咦,有问题哦,你看到一张椅子 哎呀,我们只是Key Scale,原来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看到,好像不见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也要了,希望做得漂亮一点 我们要加一个Key Film,就是要它消失 好了,怎么做呢,先选一张椅子 按回第一格Key Film 1051的时候,我想这一格有 我想它前一格,它是未出现的 那么,留意了,我们今次Key的Recibility 先选Recibility,Key Select 这一格是有的嘛,好,那就是说上一格就没有了 那么,你按这个,上一格 按一按,这一格我们要0,0就是没有了,0 好了,那你回到第一格,看到呢,它现在就真的没有了 那么,它会走到这一格 先走出来的 OK 好了,那你其实可以留意一下,譬如你说,这个Key Film 这样出好像不是那么好看哦 那你可以再整理一下,例如说,喂,那不如我们加多一点点位 就是说,我希望都可以中间,都可以做一些scale 就是不要优似那么阔啦 那其实很简单而已,比如我按Insert 键啦 去Top View 按Insert 键啦 那我们就按X键,就是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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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先按Key 尾价先的,那是1070嘛 尾价先的,那我们先按X啦 Key 尾价先的,那你先按红色这个 这里有两个键,一个就是上一个Key Film 还有下一个Key Film 好,回到前一个Key Film 那一开始不要那么阔啦 转一点啦,好看一点啦 好了,比这个位置啦 够了,那么多的地方啦 再少一点还可以的,比那么少啦 那它就会呢,出来的时候呢 这样出啦 那你看看效果啦,你喜欢这样啦 比如我就不是太喜欢那么多的啦 就是变化太大了,我不想变化那么大 一开始就这么阔啦 我希望它这么阔的 OK 那效果就是这样啦 那它就走出去了 好了,那我们呢 好了,又可以看它的效果啦 整张椅子的Animation啦 Play Pass啦 好了,那这样等呢 就这样它变化了 记得打回它25个Frame per second啦 记得打回它25个Frame per second啦